欢迎收听OLC主日语音响 2021年11月28日 禀年将临其第一主日 路加福音21章25到28 34到36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四月星辰将有一兆 地上各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吼 而惊慌失措 世人因为惧怕即将领到世界的厄运 都要下昏 因为天上的万象将要震动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威能和莫大的光荣成云将来 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 你们应当挺起身来 抬起头来 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尽了 你们应当小心 不要使你们的心为贪吃 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 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 临到你们身上 因为那日子犹如罗网 临到全地所有的居民身上 所以你们应当时时警醒 常常祈祷 好让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 并能站立在人子面前 福音分享 有人说 现实的眼睛只看到混乱与纷扰 属灵的眼光却看到恩典与祝福 今天福音中 主耶稣告诉我们 当天地间发生一些令人惊慌失作的现象时 我们应当抬起头来 因为得救的日子尽了 抬起头来 不要害怕 圣教中若望保禄二世 在跨越希望的门栏书中写道 不要害怕 这句话也是天主自己 或借由天使 对所有跟他接触的人提出的邀请 天使向圣母玛利亚说 不要害怕 在梦中跟圣若瑟说 不要害怕 耶稣也曾经跟他的门徒讲同样的话 尤其是当伯多禄走在起浪的海面上 而缺少信德时 不要害怕 耶稣时常重复这一句话 因为他深知人的软弱 异于害怕畏缩 然而要站稳昂首 需要全心信赖 并仰望天主的大能 而且要爱他 及尽心竭力侍奉他 因为救恩来自天主 若没有坚定这个信念 又不怀抱希望 且没有爱 我们会经不起生活中的考验 当遇到困难危险时 人的本性很容易躲藏畏缩 也不愿意去面对 耶稣告诉我们 站稳 抬起头来 因为天主会给我们喜乐和希望 站稳 抬起头 让生活的烦恼 不至于压倒我们 让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 在面对人生的所有事 甚至在遇到最痛苦的事 都可以保持乐观的心态 因为我们深信有天主的帮助 我们将无所畏惧 爱和交托 使一切成为祝福与恩典 抬起头来 不要低头 为何要抬起头来 耶稣很清楚知道 我们经常低头 只看世俗的事物 渴望寻找世上的东西来满足自己 什么时候我们都成了低头 什么时候我们让自己的心被那么多看不见解不开的绳索吸引阻拦与束缚 每一天我们花多少时间低着头看手机 而再也不渴望寻求那真实和永恒生命的意义 我们是否像一只脱队的野鸭 野鸭群由北方飞向南方 老朋友飞过农场时叫他回来 野鸭想飞 但是翅膀太弱了 他只能飞到屋顶再飞回地面 那段安逸的生活 让他无法像以前那样飞翔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野鸭群飞走 教会的将临期 邀请我们想起耶稣的话 不要害怕 抬起头来 走出安逸 不要让自己困在渺小的 或徒劳的梦幻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